当时是上舞蹈课 站在第二排 就老想着 怎么不让我去站在第一排啊 我想 我也要站第一排 就有这个想法了 会把自己留下来多练练 第四年的时候 在上舞蹈课的时候 老是把我站在第一排 那时候是觉得 真真真真真我超上来 大雨痛苦大雨这世界 就像只有一颗心的夜 她的闪耀 她的孤单 不用被看见 我们发现你不管 哪次如雨都会 自己继续经历 在这个几次去练习 然后为什么每次会这样 其实是因为老师 昨天晚上特别晚 然后想好练习 想让老师快点进去 早点回家休息 七四的话 就是也想要 所以我要自由的明天 也许贪烂 也许不断 我会改变 需要在一天之内 在上海与北京之间的步骤 这样的想象量 让她需要在移动过程中 抓紧时间休息 以保证自己 小经线主要就是 要我们的每次出现的步骤 和其他通常的现象 腰间蛮突出的感觉 严重的需要 疼瘩了 腰伤的话 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在意 但最近可能越发严重了 就可能再这样持续下去 跳不了我了 我真的好累 因为当时是拍两个组于一起 我拍完夜明时的位置后 我们要回去看我们的少年浪贩 但少年浪贩啊 每个舞台也不可不少一个人 所有付出和我们装的路 如果的繁华不是终点 也会像雨后各自走远 不不少一个人 灯头 当时跨过冰川和火焰 跨过流眼 许多成长就在一瞬间 也许明天 就算他背着一个偶像的包袱 但是也是可以有功力的 都可以年度新生意 时代少年团丁程兴 恭喜 恭喜丁程兴 来 有请丁程兴 想听家长说的话就是 有一个踏上大学的校园 就点击球员了 我对丁东兴的感觉是他非常重要的 虽然年轻 但是他很稳 跟他聊天就可以看出来的 很有思想力 而且非常清楚自己的短期目标 中期目标他比我想 他其实已经像是蛮红的一个年轻人 这么多粉丝 我看到他在现场 跟所有粉丝园 每天拍完之后 所以谢谢大家 幸福了 我觉得他 有时是抓不出来的 对你看他的有神 他的表情 他的语气 就能感受到出来 很丁程 非常有礼貌 非常谦虚的一个小孩 我觉得非常难过 大家好 我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专业学生 丁程鑫 很荣幸作为学生代表 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 闭幕式演员志愿者出生仪式上发言 我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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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你